大家好,又是我西貢Fanky 今次來到銀線灣區 在西貢區的一線地段 一直深受外區客人的鍾情 因為這裡的環境非常優美 全部的別墅區一共接近600棟 大部分都是背山面海景 而除了環境優美 空氣清新之外 交通亦非常方便 因為距離將軍澳市中心區 只是5分鐘的車程 所以購物消限非常方便 就算去九龍灣CBD 金鐘或質如蔥商業區 都只需要20至30分鐘的車程 尤其將會在張南隧道通車之後 交通更進一步 尤其在一個多月裡 正在這個壁沙路 這個叫移境別墅 本身這個屋苑只有15棟的屋 但在過多月裡一共有三個物業 尤其這個月裡 走了兩間的後排屋 建築面積都是一樣 是2000呎 實用面積是1476呎 而成交價一間乘3,930萬 一間乘3,980萬 如果是在4000萬 2萬多尺的尺價 在這個區域也相對價錢不錯 而單位擁有自己的車房 有海景 職位都是四四正 一般標準的會有三房套房加兩個廳 在家工人房的設計 好了 介紹成交之後 我當然要講一講的筍盤介紹給大家 今次我介紹兩間 都是位於在銀線灣區 一間我覺得在銀線灣來說 一個相對非常準的單位 剛剛放了出來 這個是華富花園 華富花園就在銀聯路那邊 都屬於銀線灣的一線區域 單位來說 建築面積1800呎 實用面積1449呎 雖然你看到它這麼小 但它已經有兩個車位 有平台、有花園、有天台 層層每一個單位都是看到海景 大家看到裏面的單位的裝修 積非常之不錯 裝修亦都非常新正 現在業主叫價只是3200萬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價錢 可以入到銀線灣這個優質的別墅地段 非常之準的 而另外第二間是位於銀甲路 一個叫做銀輝別墅的單位 這個單位來說是相當之優質的 建築面積是2200呎 實用面積比較大 1893呎 屬於四房套房的設計 它的賣點來說 屬於頭牌 全海景 沒有任何的遮囊 花園來說都非常之大 而裏面的單位的積積 它的客廳佔了一個很大的高的司令 所以在這個區來說 都屬於一個優質的單位 現在的叫價是5300萬 所以有興趣的賣家 除了看了剛才的相片之外 有興趣的 記得聯絡我們 四幾十一奇風 我們的專業團隊 而且我們在銀線灣廣場 亦都有我們的分行 電話是22430202 還有你可以找我 西貢Fanky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